我们先画这一题,我们看尺寸也是一样 直径是 70 所以我第一个先画一个半径35的圆就可以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先移过来 第一个我先画一个圆 这个圆是用横向的 35 Enter 又是输入法的关系 再来一次 再把它delicat掉 记得切换输入法 把它切换掉 切换成那个 第一个 35Enter 再来我们要的这个里面包含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六边形 接下来就是里面要有个六边形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叫什么 多边形 以后如果说呢 除了四边形以外 都是所谓的多边形 那多边形呢 它就是一个也是聚合线 封闭的聚合线 就是画出来呢 它没有缝缝的 就是一个连续的线段 另外就是说呢 它这边有个所谓的内阶跟外阶 有没有 会问你说你到底要是 这个外阶还是内阶 就是在圆的里面 还是在圆的外面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试试看 点它一下有没有 再来呢 它会出现什么呢 请输入这个边的数目 那多少个呢 六边 再来的话呢 你要指定这个中心点 有没有 所以中心点在哪里呢 就是跟圆一样的位置 就在这里 所以这边注意 如果你中心点没出来 你就碰一下这个圆的边边 十字就出来了 再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之后 它就会秀出呢 那你要是内阶还是外阶呢 那一个内阶吧 所以点它一下就好 内阶 或者输入iEnter就好 直接点一下 再来的话呢 往上 有没有 那碰到哪里呢 碰到四分点 再点一下四分点 这个圆 这个六边形呢 就完成 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还要再做什么 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线段 有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用画线的方式 第一个起点 二三 然后结束 一二三 有没有 那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画线 那线的话 从 从下 这边到这边 所以呢 我就直接从第一点到这边 再到这边 再往这边 点一下 按空白键就可以结束 按空白键就可以结束